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已知 坐標平面上有這四點 那麼下一類 敘述何者正確 第一個選項的話 它問說 這個線段 AB線段 跟CD線段的平行對不對 那如果平行的話 通過AB這兩點的直線 跟通過CD這兩點的直線 它的斜率要一樣 那我們看看 MAAB 通過AB這兩點的直線斜率就多少 就是說 這個減這個 就-81 除以這個減這個 那就是8 -12減掉-20 就-12加20 這是等於8 那MCD呢 MCD 它斜率就是通過這兩點的 直線斜率 就這個減這個 這個減這個的話 也是-81 除以這個減這個 也是8 這兩個一樣 所以 第一個選項是對的 第二個選項的話 它是說 AD跟CD垂直 那平行就不會垂直 那平行就不會垂直 這個是錯的 再我們看第三個選項 第三個選項 他問說 AD 跟VC平行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看 MAD MAD 領多少呢 AD 那一減多少呢 88 負的88 除以這個減這個 這是正的呢 39 那M呢 CD呢 VC MVC VC VC 通過這兩點呢 直線斜率 這個減這個到74 這個減這個多少 23 23 跟這個 這個 沒有平起來 一個正的一個負的 有沒有垂直 有沒有垂直 我就說 這不對 AD 跟那個VC 垂直 對不對 那如果垂直的話 兩個相乘 會等於負一 那一看呢 不會啦 不會等負一 這兩個相乘的話 MAD 乘以那個 MVC 這個等到啥呢 等於39 乘以23 這是負88 乘以74 上面是偶數 下面是積數 所以不可能 就是不可能成為倍數 也有可能 不過就是說 這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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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約分 比如說這個如果是 如果是 如果是 戶一的話 他一定可以約分 那這能不能約分 這沒辦法約分 88 沒有辦法 這個 他 上面是 偶數 偶數的話 絕對 沒有辦法 被基數整出來 所以他 不可能是 呼一 不可能是 呼一 所以這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答案是 1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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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